不堪其扰 美国发起鸿海护航行动 商船改道 高成本高风险 加击航运业 空间追踪 冲突成本极端倾斜 美军鸿海举步维艰 立体探究 全球供应链难抗风险 航道依赖 有无解法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今天是冬至 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家里 都在积极地研究 包什么馅的饺子 而世界的其他地方 热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去看看 好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其他地方的热点 一个热点就是洪海出问题了 洪海的航道危险了 但是洪海的航道危险 是不是中欧的搬列这个航道呢 就有了机遇呢 我们今天整体看看 这两个运输的通道 首先我们看 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 造成地区的紧张 而引起了洪海的危机 而这个时候 谁呢 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 跑到以色列 来体现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 首先他这个女婿 本身就是犹太人 那么他们去就代表了共和党的利益 和代表了共和党的态度 这对拜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这是这个女儿伊万卡 女婿库斯纳两个人 21号访问了以色列 代表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那么这个地区呢 美国聚集了大量的军舰 现在美国没钱 他自己一家呢搞不定 于是请了好多的盟友 就北约的成员国呢 到这个洪海地区来巡逻 我们看到他军舰啊 那么这是18号啊 18号大批的军舰 集中在洪海雅丁湾 阿麦湾和波斯湾啊 这波斯湾啊 这是洪海 你看有多少军舰啊 广这边还调了一艘航母 关键在这个地方 往过调军舰的时候 他正好这块是伊朗 伊朗出无人机来监督 他的这个海军的运输 但注意看没有 这美出现一个 这个 这就是一艘军舰 只不过是不同型号的 每艘的军舰 我们都有记录 关键是这还有两个啊 一个是两栖攻击舰 还有个大型的登陆艇 这边呢 过来一艘航空母舰 这边还有好多 注意啊 这些军舰呢 有的是 主要是美国的为主 但也有其他国家的 我们看这是美国的海军啊 美国海军在野门附近 18号的状态 关键这三个黄的 注意看 这三个黄的呢 都是导弹驱逐舰 导弹驱逐舰呢 它的这个导弹发射井啊 就这个舰上的这个发射井呢 就每个都有50个以上 所以它主要是胡塞武装 从这个地方呢 发无人机啊 它就这样的话 这几艘导弹驱逐舰呢 就每个有50个发射管啊 这样的话 拦截这个飞行物呢 就更加方便一些 所以呢 看这个地区啊 而且整个调动呢 它是从波斯湾里面的军舰 全部调过来 关键这有 艾森海威尔号的航母打击群 有四艘啊 从航母从这边调过来 我们看 这艘军舰是15号到了这个位置 16号到这个位置 17号到这个位置 而附近这儿还有很多的军舰 另外这个位置啊 17号有一个两栖攻击舰 还有个大型的登陆艇 那么整个这个区域呢 成为这个军舰 目前汇集最多的情况 注意它是从这个波斯湾 调过来一部分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 这就是航母艾森海威尔号 它在这个路上行进的过程中呢 被我们的卫星照下来 那么刚才我们讲 走波斯湾这个地方呢 这边是伊朗 所以它的军舰往过走的时候呢 伊朗的无人机呢 出来啊 进行近距离的侦查 而且我们看到呢 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包机 也从安曼起飞 经过航母的上空呢 也在这个地区行动 这就是它的航母 另外我们看见亚丁湾 亚丁湾呢 我们的16号 卫星捕捉到 这个艾森豪尔号的航母编队 在这个位置 这是亚丁湾 亚丁湾带着出来嘛 它要往这个红海街面走 这也是亚丁湾附近 我们捕捉到的这个 它的航母编队 那么它这个航母 就要跑哪去了呢 就这个航母编队呢 过来以后呢 就停靠在 美国的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这个地方呢 离胡塞武藏的距离 大约是100公里 就在红海的 这个除海口这 那么这就是 它的吉布提的基地 有一个飞机的跑道 另外看这边 这边都是它的基地 这边还有一个大的停机坪 大的停机坪 这就是美国在 吉布提的这个基地 但是它的附近呢 也很有意思 还有解放军的一个基地 但解放军的基地呢 主要是给海军的补给 因为我们要在打海盗嘛 那么要有新鲜的蔬菜 有淡水 这就是我们解放军的 这个吉布提的 这个保障基地 跟这个美国的军队的基地 挨得非常近 挨得非常近 但是很明显 你看见没有 怎么说是知道解放军 是保障这个水兵的蔬菜供应的 你看见没有 解放军一进来 马上就绿化 看见没有 绿化很多地方 我怀疑这个地方 就是个蔬菜 包括这些也都是蔬菜 种的蔬菜 中国人是特别爱吃蔬菜 但是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没有机场 主要是给海军补给淡水 还有吃的这些好东西 这是我们解放军的基地 但是它这个军事行动 我们没有参加 都是美国的盟友 盟友参加 而且我们看见 它的这个航母 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 英国皇家的这个军舰呢 也同时出现 而且意大利的空中加油机呢 也出现 干什么呢 要给这个区域的这个飞机呢 进行空中加油 这是19号 我们的卫星下面发现的 另外我们还发现啊 这个有一艘驱逐舰 在这个阿曼靠岗登陆 那么干什么呢 是准备用这个标准二型的导弹 来装填啊 就可能前一段的打光了 标准二嘛 它主要是打空中的目标 打这个飞行物 可能打无人机 但是标准二就贵了 一枚几十万美元 那个胡塞武装用的 那个无人机啊 大概成本一架 才两千多块钱 说二十万打两千块钱 是很不划算 但美国人有钱嘛 他就搞这个东西 这19号我们发现 一个C-130运输机 从巴林起飞 向沙特运物资啊 就是这个起飞 从巴林起飞 从这过来啊 这个也被我们照下来 那么这回的行动 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 注意啊 出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胡塞武装 在这儿 这是红海啊 这是红海 那么主要的原因 是加沙地区出问题 而这回出动海军的 全部是域外的国家 跟这个地区的国家啊 而地区国家 在阿拉伯世界啊 绝一个没有参加的 所以这回的军事行动呢 完全是域外国家啊 跑到红海来 在这个水域啊 进行一个大集结 而原因呢 是加沙地区出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问题 多复杂 就是域外国家 到人家那个地方去折腾 但坏说话来 如果你不折腾 他自己就能摆平 那么你来呢 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 包括特朗普的女儿女婿去啊 其实是代表了 美国的党内斗争啊 这是两党的斗争 你跟选举有关系 另外我们就说 这个红海为什么有问题呢 我们统计了一下啊 从1月19号到12月15号 红海这个区域 一共发生了17起 17起的事件 不管是劫持货轮啦 或者是拦截货轮啦 或者是用无人机去打货轮啦 一共有17起事件 所以现在好多航运公司呢 就不敢走这个地方了 那么这个地方聚集了多少 这个民用船只 就是运货的船呢 看见没有 所有这些船 你看到这些点点啊 都是要运货的船 有多少呢 大约有40艘的货柜船 还有总共有一百多艘 所以啊 货柜船就是集装箱船 叫container 集装箱船 那么还有散装船 还有油轮 还有液压器啊 那个煤气船啊 这个都包括在里面 主要是这个集装箱船 那么集装箱船 如果这个地方不能走 我们看将来会怎么走啊 如果啊 是在地中海范围内的船 就要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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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绕到好望角 南非高兴了 好多船要停一下补给 它就能挣点钱 酒吧饭馆都有钱 这样了 但是这就要绕 这个绕法和走这条绿线 两者差距多少呢 大约是7天到10天的时间 船运啊 距离呢 是多增加7000到1万公里的距离 那费用就上了 油价也上了 再成本就提高了 所以这个 所以现在刚才我们看到了 还有10个国家的军舰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想看看能不能保证畅通 但尽管有这样的保证呢 我们发现很多的船呢 还是走的拐弯了 看这是地中海 你们仔细看这个图 这个图啊 这是卫星图 这个船呢 快要走到苏伊士运河了 哎 掉头了 掉头回去了 掉头回去了 为什么 它准备绕好望角去了 从红海的下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红海的下面 这个船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 哎 快到红海入口里头了 掉头 往回走 往回走 往后走 哎 这个箭头显得是非常清楚 这都是具体的一艘一艘的船啊 但是可以看出来 很多的货轮呢 就快到红海边上了 不管从北边过来 还是从南边过来 都掉头走了 不敢走了 害怕 那么现在全世界啊 有五大啊 这个集装箱运输公司 现在四大 就在主要在四大 这些国家的啊 现在都不敢走了啊 不敢走这了 宣布啊 停止红海的航运 然后中国的远洋集团 也是五大啊 货柜机运输公司之一 它并没有停止 但是呢 个别的船呢 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并不是整个啊 运输公司不走了 而是个别的船 自己选择了 不走红海 可能也去让好望角 这是个别 但是没有整个的停下来 那么我们看这个 苏伊士运河在历史上呢 出过几次问题啊 原来在中共战争的时候呢 埃及呢 炸了沉船 把苏伊士运河抖了啊 跟西方谈判 最后呢 谈的以色列跟它和谈了 然后去年呢 红海战也有消 台湾的货运船搁浅了 也影响了很厉害 这回啊 是在这个区域啊 在这个野门这个区域 那么现在 整个这儿的海运 占到全球的12% 它主要的结构 运的最多的 还是散装货轮 然后成品油啊 还有原油 但注意啊 这回拦截的 全部都是集装箱货柜 集装箱货柜 占到这个运输的23% 为什么打集装箱货柜呢 因为集装箱货柜 主要的买家 是美国和欧洲 而运输呢 也可能扯上以色列 所以它打击的对象 主要是对欧美国家 而这些散装船和邮轮 尤其是邮轮呢 受益的国家 是俄罗斯和中东石油国家 所以他们不打石油 也不打散装船 这回的特点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 也有的我们这家卫星公司啊 他认为呢 从整个 他在数数啊 12月20号数数 就是洪海和雅丁湾的船只啊 总的数量没有变化 唯一受影响是集装箱船 而集装箱船呢 整个占了总应量的23% 也不是全部 是部分的受影响 所以呢 我们这就是他这个 我们的卫星公司 查的这些具体的船的数字啊 每个数字啊 发现呢 影响不是很大的 只有集装箱啊 受影响 那么受影响 价格就上涨了 看价格上涨多少 运费啊 从上海到欧洲 运费增加了45.4% 45.5啊 然后从这个上海到地中海的航线 也增加了36.79% 那么如果海运受影响 我们有其他选择方案吗 当然有了 其实中国早做好准备了 看哪里 铁路运输 我们有三条线啊 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三条线都可以走陆运 走到欧洲去 那么水运的话呢 有个马六甲海峡的麻烦事啊 这马六甲海峡 然后现在 红海这儿又出问题 那么这 我们上面三条线呢 是畅通的 当然了 这里面成本稍微贵一点 运量也比较小一点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选项 我们向西走 有个选项 向东走 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一个小片 感谢您走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之道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正式半岛问题争结 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我们东边地区的紧张局势 也是像西边一样 是域外势力干预 造成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包括朝鲜试射这些导弹 也是因为美国不断地在这个地方挑衅 让朝鲜没有安全感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问题 这个王毅外长针对南海出现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菲律宾 他也是受域外势力的挑唆 所以王毅外长最近有个讲话 讲得非常重要 叫误判形势 误于外部势力勾连 这个词用的叫勾连 外部势力就是 不是这个水域的事 你跑这来扯 扯什么扯 弄得当地的有些人 以为有美国人给他后面站台就折腾 那么美国人是不是来呢 也来了 我们发现12月15号 疑似美国的编队呢 进入到南海 疑似美国的编队进入南海 我们发现这个位置 而且还发现呢 这个地方也有活动 也有活动 有这是个舰载的直升机 另外17号 我们发现 美国海津的密苏里号的核潜艇 访问韩国 停靠在釜山 停靠在釜山 这是它停靠釜山的潜艇 这就是釜山的港口 另外我们再看 这一轮呢 美国 这是美国这个活动的情况 这是它的核潜艇停靠 7月份 7月24号和11月21号 分别有不同的核潜艇 在这里停靠过 然后这边 也是另外一个基地 釜山基地 釜山基地是6月16号 由核潜艇停靠 然后18号 另外一个核潜艇停靠 17号又一个核潜艇停靠 就发现没有 这五艘核潜艇 都是不同的核潜艇 这几个核潜艇到这儿停靠 它肯定是在中国附近活动 它干什么 它要干什么 那么它就到那儿去换氧气 吸点空气去 另外我们还发现 朝鲜导弹发射前数小时 一架RC-135侦察机 从美国 在日本的空军基地起飞 飞到朝鲜的东部上空 飞到这个地方来侦察 另外还有日本的空军自卫队 在提供空中加油 在日本海 证明这儿上面有侦察机 不断地飞 另外我们发现 美国有多艘的测汇船 进入到西太平洋水域 在这个水域 干什么呢 大家知道前一段 美国有一架这个鱼鹰飞机 给掉到水里了 现在掉进去呢 八个人 目前就捞上来一个人 至今还有八个人没捞上来 所以它现在呢 估计用测汇船 去找这个 掉到水里的飞机去了 还在这忙 那么这回18号呢 朝鲜发射了两枚导弹 一个是近程的 一个是远程的 那么远程的 按照日本报道呢 飞行的方向呢 是这个方向 就介于俄罗斯和日本之间 这是飞行的弹道 那么据说射程呢 15000公里 可以达到美国的距离 它因为距离有限嘛 它飞行距离水平面呢 只有1000公里 但是拔高飞了6000公里 它就用高度来解决 它没有那么远的跋场 所以只能靠飞高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这个飞行的 现场的画面 这就是12月18号 今年第三次发射 火星18洲际导弹 对啊 火星18的燃料是固体燃料 17呢是液体燃料 所以它的机动性更强 这就是发射的现场 而且离这个朝鲜的领导人 非常近 看见没有 它就在近距离地观察 这个发射的情况 这就是观景台 观看这个发射的 这个管理台 那么这是我们查到 这就是这个发射的阵地 这个阵地呢 在发射以前 什么也看不出来 也没有车 什么也没有 证明这回发射 是非常激动的 可能是个车载的发射 这就是领导的管理台 管理台 离得非常近 刚才那两张相片 我们就看出来了 而飞行的距离 这是发射点 然后这边是弹枣点 弹枣点 离日本最近的岛屿 是250公里 正好是在俄罗斯和日本之间 飞了73分钟 飞行距离1000公里 但是飞行的高度是6000公里 那么所以测算出来呢 是15000公里 另外取决于弹头的大小 弹头越大 那就飞得越近 弹头越小 飞得越远 但是打美国已经没有问题了 刚才日本已经说了 另外这个发射地 在这个位置 这是没有发射的时候的状态 这是发射当天的状态 看见没有 发射完了这块地方是 它就是有热量 所以这块地方就是黑颜色的 这是18号发的这个火星18 另外日本发现 日本的防卫省发现 朝鲜的每次发射 发射的点稍微有点差异 看见没有 发射的点稍微有点差异 另外这个火星17 它是液体燃料 火星18是固体燃料 那么证明这个位置有变动 说明它是机动发射的 就是用车载发射的 所以你捕捉它的目标 非常的难 注意啊 这就是三次发射 这是2023年12月 这回发射的位置 这是4月份发射的位置 4月份 今年4月份 这今年7月份发射的位置 三个位置都不同 但是都在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 但你会发现 这个位置很明显就是城市了 那离平壤非常的近 另外我们看一下朝鲜导弹的射程 这回发射的是火星18 火星18就是五字头的 它的飞行距离是15000公里 那么飞行距离15000公里 什么概念呢 就是美国完全和欧洲 甚至非洲全在包围的范围内 如果打到美国的西海岸呢 火星314000公里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位置 这就西海岸可以盖住了 在东海岸盖不住 但是15 17 18都可以盖住美国 因为朝鲜它最主要的对手 就是美国 另外它有火星9 就近程导弹 近程导弹就是很近了 就是1000公里以内的 那么另外在发射导弹的频率 我们看看朝鲜的三位领导人 在发射的频率 在金日成时代 频率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 另外呢 到了金正恩时代 也是有限 但是到了金正恩时代 你可以看这个数字 是非常的多 证明朝鲜的国力已经加强了 另外现在还发现 朝鲜制造预警飞机 看见没有 飞机上装了个天线罩 这也在加紧自己 提高自己的水平 另外是美国的P8A开始出动了 前段P8A没有正常的训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飞机掉到水里以后 它也去捞飞机了 但捞半天捞不着 算了吧 还是恢复战备之情 另外这回韩国 日本 美国要联合军演 在这个水域 在韩国和日本之间 12月20号 这就是东部基区紧张的原因 而且美国现在派了一架 B1B战略轰大机 参加来训练 没想到刚过来出问题了 本来要到朝鲜到韩国 本来要到韩国 结果出了故障了 紧急降落在日本 降落在日本 不能参加演习了 那么现在日本在这个区域 美国和日本现在开始 包括韩国交换情报 理由就是说朝鲜发了导弹 所以它现在搞了好多的访问 和联合的军演 又造成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好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